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民眾財經台》都知道 我在分析大使過股的期間 很喜歡突然說一聲 然後加入一些中國文化的元素 這種特色有特色的分析 即將傳統分析加上一些中國文化元素的分析 其實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這次也很高興 得到《民眾財經台》 郭Sir和導演的賞識 邀請我過來做一做這個節目 在這個節目中我會說一下 究竟我怎樣中央一些中國文化 Hello 大家好 歡迎沙督今天的《財經TNT》 這個週末大家不知道是怎樣 每一次來到星期一的時候 上班時間 我跟同事打招呼 我都會問一句 《財經過程》是怎樣 覺得好不好呢 我不止一次 而是很經常聽人會這樣回答 我就說 《財經過程》當然好 但星期一就有星期一綜合症 大家明白嗎 我以前不太明白甚麼是星期一綜合症 同事給我解釋 簡單來說 就是週末太開心了 星期一沒有細心上班 還會出現疲倦 頭暈 食慾不振 周酸酸痛 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症狀 我承認我都有一點 好了 在我講這個星期一綜合症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我們的導演 佬住過 我今天的監察 正在走過來 星期一綜合症 應該可以冬堂就好起來了 是吧 嘩 是個朱古力 朱古力蛋糕 還有兩塊 雙倍相片 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待會做完節目 就可以慢慢享受我的朱古力蛋糕 今期說些甚麼呢 我先給大家看幾張圖 大家就知道我會說些甚麼 我出一張圖 下面這一張 最經典的一些動作 還有這一張 這一張是很好笑的 有內地一個餐廳 甚至是出了一個新的菜式 就是旁邊的一個叫拔司特朗普 在內地就爆紅了 大受歡迎 看了這麼多片 那就沒錯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掀起全球股市大震動 搞到中共股市連粗至今 下操近百分之十的特朗普 給大家看看 在8月4日連出了三張在Twitter的貼文 連發幾篇言論 看看說些甚麼 第一張 第一張就說 中國股市在四個月內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而美股比以往更加強勁 欠欠自己的 更加富裕 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反對貿易戰 關稅戰 更加說美國利用這個 讓大家幾張圖看看 在美國最新的民意調查 這幾張民意調查說 僅少數美國人視中國為盟友 這一張是 在4月份的民調顯示 顯示出美國對於中國的友好程度 共致特朗普去年1月就任總統以來的最低 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者認為 中國是盟友或者友善 相反近半數的美國人 是以不友善或者敵人 來形容中國的 我們看看第二張 這一張是在今年的6月份 民調的支持率 我們看到特朗普在6月份的支持率 在6月17日那一天 升至到45% 追平了他上任第一週 也就是2017年1月27日的高位 不僅如此 CNBC在上個月底公佈的一個民調調查 就有七成的人都表示 是滿意特朗普管治之下的經濟狀況 有四成四以上的受訪者更加將經濟增長的功勞 全部歸功於特朗普 全部歸功於特朗普 是不認同的 甚至批評特朗普上任一年以上的做法 我們都知道特朗普除了經濟、社會、政治、軍事 周圍拿著火頭之外 近期他又跟體育界的明星在隔空對錨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都知道 最新他又發揮他無所不能談的本色 一於將與不驚人、死不憂就貫徹到底 我們看看他在8月4日在推特的一個言論 我看一看他在說什麼 大家應該有看過新聞 Nabon James剛剛接受電視上最愚蠢的人 Namon的一個訪問 他就說Namon令到Nabon James好像看起來很聰明 這樣真的不容易做到 他在推特這張文章就是這樣寫 然後他最後還要補充一句自己中人Mike 即是美國佐敦 為何突然特朗普會罵Nabon James和CNN的主持人 事緣在7月30日 CNN有一個節目曾經播出Nabon James的一個訪問 在訪問當中 James形容特朗普好像在利用體育來分化民眾 而他是不能夠認同這件事 因此他就認為體育是令到他第一次可以跟白人相處 簡單來說就是James在一個訪問當中 批評特朗普提出一個種族主義 有些眼睛睛的朋友可能會提出一個質疑 7月30日的訪問為何到8月4日才發推特罵他 特朗普不像是一個可以收得情緒的人 讓大家看看花邊新聞 可能會解釋到剛才的問題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剛才說的 他說他事愛Michael Jordan 這一張是想給大家看看的 紐約時報在7月24日的報導當中自出了 特朗普在他的專機空軍一號之上發現梅拉尼亞 就是他的太太在看CNN 而這個台是他最不喜歡的 還在他口中專注假新聞的台 令到他非常生氣 而他夫人梅拉尼亞 發現人更加回應說 其實他想看甚麼台都可以 真看電視會傷助夫妻的感情 原來對於美國總統和他夫人可能都是這樣 所以美國媒體就猜測 特朗普可能是在8月4日的時候 看到他太太梅拉尼亞在看CNN的一個重播 才知道有這樣的事 其實特朗普和他太太梅拉尼亞的婚姻關係 一直都被指是兩眼紅燈 特朗普曾經涉及多宗的醜聞 更加零兩個人的關係跌到冰點 很多媒體都拍到 我們看一看這張 梅拉尼亞多次請她老公吃檸檬 拒絕公開和特朗普拖手 證明他們兩個人 夫妻關係不太和睦 所以這次特朗普公開諷刺 立方詹姆士愚蠢 這件事情一出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就站出來 站出來說了些甚麼呢 她就說公然地唱反調 這個圖片是一新聞的一個名字 她說第一夫人反了反了 公然地唱反調 並且讚賞立方詹姆士做慈善 為小朋友做好事 並且表示很樂意參觀她在俄亥澳洲 即是幫貧困兒童創辦的學校感華 而被特朗普公開時外的NBA傳奇球星 Michael Jordan 更加表態就說支持阿拉伯姆士 讚揚她對社會有貢獻 好像不太比喻特朗普 兩個人都在攻擊她 回到特朗普夫人身上 我找新聞時發現了一件挺有趣的事 根據CNN最新的文條 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亞的支持率 竟然高達57% 是有紀錄以來的罪高 當中就有54%的女性 對她的印象是正面 只有三性人是負面 我們看一看這張圖 她說特朗普性炒民當前 維拉尼亞兼她拖手力撐 無聲反叛意外人認得民心 說廣東話說得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這張報紙的題目 看到特朗普夫婦不和 是否反對特朗普的民眾 全部反轉來支持她的太太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真的好像華盛頓郵報所說 她的太太梅拉尼亞 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能夠有力地羞辱特朗普 而不會被她反擊的人 因為就算她的太太 都免諷刺她也好 拒絕拖手仔也好 甚至在性炒民面前 不幫她解圍也好 特朗普應該都不會 不會在公開的平台 例如推特那樣 批評自己的太太 對於不喜歡特朗普的人來說 梅拉尼亞是否替大家出了一口氣 其實有聽眾朋友進來 很開心見到大家 Hello Freddy說梅拉尼亞可以出來選總統 其實不是很像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電視劇 叫做紙牌屋 紙牌屋的話 我覺得有點像背後的女人 即是夫人出來選總統 希望可能好像 像Freddy那樣 梅拉尼亞都可以出來競選總統 因為比特朗普很高 反對的聲音當然還有很多 回看今年2月份找到一篇新聞 發現了一個相當有趣的活動 原來美國藝術家在今年3月份 舉行了一個畫展 這篇新聞的title 我讓大家看看 叫做特朗普上任一周年 藝術家辦展算帳 這是一個毀滅人類進步的人 哇 很大的批評 裡面的畫 或者藝術創作都相當有趣 就像這幅策畫 這幅策畫叫做 How could I have known? 以後悔木及的態度 就回應特朗普東選一周年 另外看到這幅的女人 是哭了一口 我怎知道會這樣 原來是這樣 但是後悔木及了 另外這一幅我們也可以看看 一個販賣機裡面 在賣窗 這一幅畫 或者圖片 title叫做 Selling Guns Like Gumbels 諷刺在美國買窗 就好像在自動售賣機 買汽水那麼容易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畫展畫作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上網去找找 都會看到有很多 我找了兩幅畫展給大家看看 中美貿易戰還在打 市況是一般的 今天找了一部份特朗普的新聞出來 讓大家解一下門 希望大家就會喜歡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去到45分鐘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星期一同一時間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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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